銀色珍珠由永遠持有寄宿在永遠的左眼裡 十年前森林大火,永遠在找尋殺那的時候 寄宿在永遠左眼的銀色珍珠突然發光 然後能夠穿越到現代的光洞,在永遠的身後打開 在永遠與沙漠上立對打時 銀色珍珠增強了永遠的妖力,幫助它創造出妖器之刀 銀色珍珠能夠將永遠的妖力增強到可以被永遠打出倉龍破 在對付貓妖的時候,因為不想傷害到寿陰大師 永遠借助銀色珍珠的力量吸取貓妖的妖力 用同樣的方法永遠還吸收過豬葉的散魂鐵爪 和窮其口中紫色珍珠的妖器 在與運動對戰的時候,為了破解運動身上的海甲 永遠借助銀色珍珠的力量 將自己的妖力傳輸入運動的海甲裏 銀色珍珠的原主好像是屬於禍之一族 傳輸銀色珍珠是能夠強化禍之一族妖力的寶物 銀色珍珠在平日的戰鬥中,很少借用銀色珍珠的力量 銀色珍珠的原主好像是屬於禍之一族 傳輸銀色珍珠是能夠強化禍之一族妖力的寶物 銀色珍珠由珠葉持有,珠葉將它放在口紅貝殼裏 銀色珍珠原本是屬於陶依所有 由奇隆院鎮雨給它 之後陶依不知如何被珠葉斬首 銀色珍珠亦都被珠葉在陶依的身上拿過來 據為己有 聽陶依說,紅色珍珠是妖力寶物 藍色珍珠由利狗持有,帶在利狗的座椅 當利狗輕彈藍色珍珠的時候 能夠將河流的水提到空中集中成水球 能夠召喚船和船夫 能夠憑空取出沙甘 能夠將窮奇化灰 綠色珍珠由瘦兵為持有 瘦兵為將綠色珍珠組成鏡鏈 擺在真相 綠色珍珠貌似是李狗暫時借雨給它 畢竟李狗是想集齊七彩珍珠的人 照理是不會將珍珠送給人 紫色珍珠原先由窮奇持有 它在獸形態的時候會將珍珠含於罪中 窮奇曾將紫色珍珠借給夜斬 令它可以借助紫色珍珠的力量增強妖力 將展夢之屬強化 推斷可以令展夢之屬有以下的強化 攻擊範圍加強 可以令幅數目標單位入夢 可以規探夢境 可以多膽齊髮 並且窮奇利用紫色珍珠吸取豬葉永遠的妖力 令豬葉無法妖化 永遠亦無法妖氣化劍 李狗消滅窮奇後 紫色珍珠最終落入李狗手箱 窮奇曾經說過 如果自己擁有四粒七彩珍珠 就可以同其龍縣匹敵 但是擁有過兩粒珍珠的沙目上納 輕易就被永遠寵創 然後被薩娜消滅 暫時觀察獸兵衛 他應該是人類尼掛 但生活人類的他都可以擁有珍珠 看來珍珠和人族的關係更深 不知道集體七彩珍珠之後 可以召喚到什麼呢?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一下吧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